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全球各国要以合作共赢的态度 坚持扩大开放才能真正推动 持久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中国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贡献 叶志华在上海报道 为期六日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主题是新时代共享未来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到 现实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批评零和博弈思维阻碍发展前进的步伐 呼吁全球各国坚持开放 才能够真正推动持久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种种不将信誉的行为 造成了毁坏规则的破川效应 只有各方都坚守开放承诺 拿出务实的行动 才能携手营造良好的开放合作环境 努力破除制约创新要素 全球性流动 市场化配置的壁垒 推动各国更好的发挥比较优势 共同培育赚大经济新动能 李强表示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也以自己的方式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近期推出的一系列增量政策已经出现成效 强调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们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不断地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 因此无论是对今年目标的实现 还是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都是充满信心的 李强说对外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 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 深度融入世界的选择不会变 中方愿同各方一起继续努力 携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五线届时记者叶子华在上海报道